Hello, 我是LuckLuck 今天繼續講這個 周速回戰的新角色的性能 那今天的牙膏是知道到哪裏呢? 首先,就是這隻的 Panda 紅貓 紅貓是六星的角色 貌似今次的就回合作 六星似乎是最低的Rare 然後紅貓這隻既然是沒有... 是沒有什麼的 是沒有進化的 沒有進化,沒有武裝 那...我還是蠻殘忍的 那動物裡面的紅貓是有一個狀態 是一個癲紅的模式 癲紅模式竟然沒有,竟然沒有進化 那是有沒有搞錯呢? 沒有理由沒有 那我想好,還是當是MP重換 還是怎樣呢? 交換所換,我都不知道 那希望有啦 說一下這個覺醒 那是SB,兩個大手指 然後是C7C10自燒 然後是木寸燒 那覺醒來說算是半輸出向 然後技能是這個 平衡宗師 Panda的核心 那6CD的半減 然後攻回1.5倍 OK,6CD半減 攻回1.5倍 都OK的 但就這樣看下去呢 那... Marvel的Captain呢 是厲害很多啦 對啦,6CD的激減 加回解落 那雖然看起來是不夠Captain招技正啦 但是... 但畢竟是六星角色啦 然後都有一個攻回 這樣加Buff 都OK的 對章技是木的HP 和攻擊力2.5倍 然後5秒延長 7倍攻 就是最大的15倍攻 然後兩根盟加算 呃... 沒有輕減2.5倍血 15倍攻都... 正常啦 對啦,正常啦 那整體看下去Panda 這個模式呢 就真的挺平衡的 那攻擊又不算很攻擊 呃... 那之後講講狗卷啦 狗卷 Woo 那首先都是... 都是沒有進化、沒有武裝 我不知道是未公武還是... 其實真的沒有啦 那覺醒是... 7C、7C、謀貫通 兩個50%以上強化 那覺醒都OK的 都是平衡的 那技能在7CD的一回合之間呢 就有個轉轉轉生成 然後20%自傷 再加一個延遲 那招技都很還原的 因為有的自傷啦 對啦... 這個... Woo Woo 那都很還原的 然後7CD來說 有轉轉轉和延遲 都是一個不錯的技啦 那隊長技是 光暗同時攻擊時10倍 50萬追打 然後50%以上呢 就是60%輕減 那這個配置應該是... 哄第一次呢 還有攻2倍 即20倍攻 60%半常鑽輕減 對啦...半常鑽 半常鑽的60%輕減 再加一個追打 那算是個二法凍結隊長技啦 都可以的 那看上去技能都很還原啦 那覺醒和V打都一般啦 那兩隻看上去 老實說呢 就... 一來沒有新東西啦 那二來都不算特別勁啦 即是勁的,但不是特別勁 即是很OP的程度啦 那算是中間偏上那樣啦 那假如是沒有武裝和沒有其他進化的話呢 那都幾大機會是... 即是變成一個普通的角色啦 那我想可能還未公佈 應該是有這個武裝的 我想希望有啦 好 那明天呢就會公佈這個... 呃... 就術的名家 這個蟬軟家的姊妹 即是Maki和... 即是珍希和... 珍伊 對了 那兩姊妹的姊妹花呢 那明天就公佈了啦 那明天再說一下啦 好,那第二件事就是這個啦 五石神埃 三放送的challenge紀念呢 有個神埃會開吹 那這次是五石啦 不是十石是五石 那五石呢 千萬別以為五石很划算啦 五石的神埃是覆過十石的 因為這些機會率是會很低啦 低到你是想... 低到是想哭的 那我是... 我是不見抽的 那這時候出的 明明是想騙你的石啦 你的石是記得記得 一定要留在... 對啦 就回哥合奏上面 對啦 那我不是打手 但是我是建議這樣做啦 另外呢 那這個神埃是有個同時有個buff的 是buff了這個全遊戲第一隻的變身寵 黃龍帝 對啦 黃龍帝今次是多兩個新狗進的 兩個啊 那我們先看一看 那首先是這隻 OK 冥極 我剛剛說美極 冥極之黃龍帝 對了 那角色方面呢 是SB 手指 然後防風條 7C3顆 無冠1顆 然後2way 那角色方面我認為是挺漂亮啦 都是...真的挺漂亮的 那2way之後呢是會有buff的 那2way這個角色之後會有強化啦 聽三本說 那是多厲害呢就不知道 但是... 既然敢加下去這個新狗進呢 我想應該是有些想法的 那然後招技是2CD 咦...好短哦 是2回合武天鋼 再加深意外的暗珠 4顆生成 OK 2CD技來講 呃...怎麼說呢 OK的 因為不用變身啦 2CD技就可以有個武天鋼來解 武天鋼的 對應啦 然後再有一個出暗珠 那...是...都OK的 對了 那只是OK的 因為昨天看完這個 兩面縮挪 縮挪的技之後呢 那2CD加攻加回 又出深珠又出暗珠呢 那其他2CD技呢 都是...都是... 都是沒那麼厲害啦 那隊長技是這樣的 龍系 按摩系 1.5倍血 20倍攻 4顆暗珠又半減 嘩...好容易哦 然後有個500萬追打 那看來好像可以跟這個 變身的游人來搭啦 對啦 跟這個兩面縮挪來搭啦 那另外也可以作為一個 嗯...算是快策隊的隊長 都OK的 對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夠準啦 那第二個是這個啦 第二個是這個啦 呃...兵極之亡龍帝 那這個是水火屬的 那SP4顆 手指2顆 4個十字燒 OMG 4個十字燒 哇...十字E啊 真的變成放題 那玩十字火力來說呢 這隻一定是... 一定是穩陣的啦 那技能是這樣的 6CD的解落 然後Random 5屬性加回復 各5顆生成 哦...這招呢就是剛剛打過Ranking的一個招數來的 對啦...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火水木光暗 各5顆生成 那是一個可以給你轉十字的版面啦 可以轉三個十字的版面 那是挺正的 是適合他玩十字的 那對準技是這個啦 極破五神絕兵刃 嘩...喜歡被你這樣也有的 那4色同時攻擊時就 6%輕減 10倍攻 然後5色 任何一個十字燒都可以加2倍 哇...OK 這個CAMON加算 5色任何一顆十字加2倍 即是我火一顆 水一顆 暗一顆 就8倍 8倍成10呢 就80倍 如果我玩7x6的話呢 最大是6顆還是5顆呢 6顆的話呢 嘩...不懂計算 已經瘋了 是超高攻的可以 是不是瘋了啊這個 各位是不是瘋了啊 5色任何一個十字都加5倍 加上有個4色的... 輕減16% 嘩...那多色隊之後應該會很厲害哦 如果...如果這個玩十字的多色7x6隊呢 那應該攻擊力是...應該更厲害過... 更厲害過... 更厲害過軍鬥苗哦 真是會... 嘩...神經病 那看來多色真的會厲害哦 還有... 雖然難轉 但是我認為是頗厲害的技能來的 哇...這隻我好期待 那這隻東西是怎樣進化呢 是會在這個... 那之前三本都說過了 在這個耀逸的關呢 是會有個生氣者啦 然後來進化這些... 這些限定啦 是的...這些舊限定啦 那是由... 黃龍開始啦 那下一個可能是... 就是什麼呢 變身的話是不是... 下一個是不是碎魔女... 就是魔女系列那些 那我也沒什麼印象 但是呢 大家千萬就... 引化呢... 真的留一留啦 你看到這些進化呢 你又知道是官方在有心想Buff這些舊限定 真的要留一留啦 好了...那第二件事呢 就說完了啦 那last 第三件事說什麼呢 是說一下這...改誰 這個海之日的夏日Event OK 那有什麼呢 首先... 十二射 每天一射十二射 那第二呢... 這個是... 不用管了... 是一些打射關啦 那第三是這個每天 然後送十抽的這些素材來的啦 那第四都是送射關啦 送射關 那第六是這個... 鑽生鳴王的一個送射關啦 那用鑽生鳴王這些系列來打呢 打這個異形的存在呢 三極女神呢 不是三極是雙極先啦 那雙極三和一呢都是有個射送的 加上一百射送啦 OK 那還有這個啦 登登...一百射... 好耶 好鬼東西都不關我的事 那這一百射呢 是這個新手才有的一百射啦 那在期間裡面呢 完成這個新手教學的話呢 就直接送一百射 是啦 那這個是新手限定的 就是不關你和我事 除非你是新手啦 OK 那看來官方都知道 這一波 這一波就術這一波 都會引起很多新手來玩P&D的啦 所以就直接送一百射 那大家如果想抽一下東西的話呢 那不妨開一新A4抽一抽東西的 都享受一下這個抽蛋落啦 那之後都沒什麼東西啦 OK 這些都是送... 都是一些基本上注的東西啦 OK 搞定 好啦 那今天的情報呢 就講完了 最主要是有個奏術的公開啦 還有明天有兩姊妹啦 有個黃龍的進化啦 還有一百射啦 是不關我們事的一百射 那雖然今天這個六星的情報呢 就另外一些 那些真的沒那麼期待啦 也不是失望的 就是沒那麼期望啦 這樣說啦 但是... 但是我想... 應該還有一些牙膏可以擠的 應該是有沒有障礙一點的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 就這樣單隻這樣的性能呢 就... 我想那些人不會收貨吧 對啦 起碼我不會收貨先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讚和按讚和分享給我啦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